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某天回到熟悉的家乡 一切事物都已不在 可是在这边你却看见了幻想好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嗨我是嘉一 不只分享各类电影 更希望提供给大家再多一点的观影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幻幻之交 剧情讲述女主由于父亲开刀 因此回到老家 她在无意间发现 自己能够看见所有人的幻想朋友 为了帮他们重新找回主人 她将运用只身的想象力提出他们圆梦 及其多部大作预告片释出 让人非常期待下半年的到来 但是有部特别的电影 令嘉一印象深刻 她就是幻幻之交 除了有特别的题材 卡斯名单还有莱恩雷诺斯 于是嘉一要好好看看幻幻之交 究竟在讲些什么呢 首先来聊剧情吧 女主必小时候度过美好的时光 但现在的她得要面对的是 母亲因病去世的阴影下 父亲即将开刀 在她故作坚强的歪表下 其实内心非常煎熬 没想到某天在房子里面 她看见了奇怪的生物 还有一个男人想办法救援 在闲聊过程中 她终于了解到 这些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叫做幻想好友 简称IF 为了找回他们的主人 并与男主一同展开冒险之旅 即便前期遇上各种的挫折 并依旧没放弃 总算在一次的意外中 她唤起了奶奶与幻想好友的连结 细心大声的她 陆续完成其他幻想好友的配对 原本一切进展顺利 直到某天必在真理过往事物 发现原来一直在她身边的男主 是她小时候的幻想好友 也难怪其他人都看不到她的存在 透过自身的想象力 她将男主重新的找回来 与她进行连结 彼此再也不分离 在观影的过程里面 嘉宜其实一直在思考着 小时候的我们 真的有那么一个幻想好友 陪伴在你我身边吗 或许就是在孤单寂寞的时刻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说说话的对象 可身边的长辈都忙于工作等事 于是在脑海中我们创造了某个 没有人能够看见的存在 她就是自己的幻想好友 如果是 你会不会想知道自己的幻想好友 究竟长什么样呢 接着嘉宜很意外的是 电影在幻想好友这个环节 衍生出不少的议题 这是B跟男男说话的时候 男男说到自己以前的梦想是舞者 但B就问说为什么不追梦了 男男只是淡淡说了句 因为年纪大了 梦想不切实际了 在听着他们的对话是不是唤起了我们 陈锋已久的回忆 我们一开始的人生梦想跟现在的状况 多少会有些落差 嘉宜还记得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医师 希望透过自身的专业 亲手拯救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但在小学时候发现自己会晕血之后 医师这个目标就慢慢的放弃了 毕竟勉强自己没有什么意义啊 可在观念的过程里面 嘉宜慢慢意识到 谁说只有医生才能够救人 只要内心保有初衷 即使做什么职业都不会影响不是吗 如何找出自己的志向并实践它 或许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会长大成人 内心也会变得复杂 小时候的天马行空 勇敢做梦 到了长大就没了 if或许就是你我最初衷的心 只是年纪越大 内心越封闭 长大后在人生逆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找回自己的if 他会是你这一生中最佳的伙伴 总结 欢欢之交是不可看的电影 在进戏院之前 嘉宜其实没抱太大的期待 可电影所传递的内容 远比想象的还要丰富 只说长大了就不能够勇敢做梦 看完电影重新找回人生目标 或许是欢欢之交 所想传递的重要资讯喔 我是下一我们下部影片见